这个防呆二 这个防呆二是什么呢 就是当使用者没有输入资料 像如果没有输入资料的话一定就挂掉了 所以怎么办呢 一样我们在哪个地方写 在防呆一的 其实防呆一的下面 或者防呆一的上面其实都可以啦 你写在上面写在下面 那基本上我是写在下面好了 那这个写在下面 当然第一个我先习惯上是打一个注解 防呆二 那当然逻辑是什么 如果他没有输入资料 意思是什么呢 一幅 所以你这边打一个一幅 x怎么样 等于没有东西 then enter两下 那你要做什么处置 写在这里 and if OK 类似像写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逻辑 当然x等于空的 这样的写法 then 那如果没有写 他没有填东西 那我要做什么呢 当然你要警告他一下 千万不要让他往下 对不对 所以跳个讯息告诉他说 那那个跳出讯息 前面有个input box 另外呢 在FDA里面有一个叫message box 叫msgbox 这个叫message box 就跳出个讯息 跟他讲说 请输入资料 或者是什么 请输入那个业务姓名 msg 打错了 msg 然后 ok好 那特别注意他会跳一个讯息 可是跳完讯息之后 他还是程式会继续跑 跑到结束 所以怎么办呢 你就不能让他往下了 就必须让他跳离这个程序 那跳离程序怎么写 特别注意在VBA固定的用法 叫esistsub 刚刚有个叫esistfor 另外有叫esistsub 它在哪里 esistfor 顾名思义 for的范围在这里 所以他会跳esistsub 就跳到这个的外 就是nest的外面 跳这里 那esistsub意思吗 就是直接跳离这个sub and sub 不见了 ok 所以这个意思当然 应该可以理解吧 好 那再来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demo一下 也许我在这边做一个逻辑 做一个中段点 然后让他跑一下 如果他没输入资料 按确定 这边有没有 如果空的 请输入资料 然后按确定 大家如果你觉得 那个跳出来那东西太丑的话 你还有个方法 逗点之后的话 你可以去选他 后面会 这个逗点后面呢 会跳出很多的选项 其中 其实这里面就是那个 icon的部分 所谓icon就是那个图示 如果你希望Mazebus漂亮一点的话 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什么 Cratico VV这个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那个什么呢 一个 我记得好像是一个XX吧 我看一下 把那个城市倒车 前面讲过 执行一下 有没有一个XX出现 那当然的话 这个地方呢 我是觉得他有一个缺点 这个缺点就是应该要秀 图示啦 可是他没有秀图示啊 好 所以怎么办呢 里面他有一些说明 那我通常会用这个 或者是像什么VVInformation Information就是一个惊态 而且你不要一个XX 你要什么 一个像这样惊态 可以啊 如果还有其他的 如果想你要去改的话 很简单啊 反正改一下嘛 倒车再让他跳一下 最后的话呢 让他跳离 Easy Sub 你会发现结束了 他其实就是跳到End Sub 结束了 OK好 第二种防呆就完成了 那第三种防呆是什么呢 就是查询结果 如果是完全没有的话 那为什么没有啊 其实如果说像我们那个 刚刚小李 我怎么知道那个小李 到底是有没有 那当然了 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因为实在是想不到 更好的方法 要不就怎么样 查完之后 如果他怎么样呢 假如查询的结果 比如他查的是小李 这个人 那他怎么样才会是 就是所谓的那个 比如我们这边 也要筛选 那怎么样的情况呢 是他找不到 比如说等于什么 假设小李 按确定 好 那我怎么知道说 他是没有查询资料 那我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如果我游标怎么样 放在A1 Ctrl向下 我们讲过用侦测的吗 Ctrl向下会怎么样 跳到最下面列 1048576 如果我呢 RangeA1.m的XLDunk.Row等于1048576 那表示什么 他查不到东西 如果查不到东西 我怎么处置呢 就不用也是一样 把这个筛选恢复 对不对 然后做什么 就也不要继续了 跟他讲说 查无资料 对Meshbox 查无资料 然后呢 一样就不要往下了 就一直sub 所以这个地方 不过特别注意哦 房呆3可能写的位置哦 记得一定要是查完 所以查完的位置 基本上 我们房呆3的位置哦 记得一定要是写在哪里呢 写在当他已经查询了 所以嘛 这一行是autofilter 查完之后 再来判断是不是1048576 所以呢 房呆3写的位置哦 比较不一样哦 你不要写错位置 那我们写法的话 就是一副 这个前面写过了 所以我直接拿这个房呆3这一段 直接放在我们的对的位置 哪里呢 记得哦 放在查询完 筛选 就是在复制的上面一行 有没有 把这个程式写上去 那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你可以用贴的啦 不过我建议哦 贴完之后自己再把它删掉重改 然后呢 重新打过 我刚讲了 如果 Range A1 查完之后 如果Range A1向下追踪 是1048576 的话 OK 那实际上1048576 指的就是 Essal 2007以后的版本 他一个工作表最多可以容纳 104万笔的资料 不过这笔资料 如果你是2003以前的 只有6万多笔哦 可能如果2003 你可能要改一下 65536 他6万多笔 两个不一样 不过因为我们现在是2007啦 所以1048576 然后Messiebox 查误资料 诶 逗点 应该给什么 给一个叉叉好了 好 然后 再来就是 取消筛选 这个一定要加 因为如果你没有取消筛选 那会造成下一次查询的错误 那最后 It is up OK 我们来试一下 各位看一下 假如说我做完之后 那我让他查一下 假设我查什么 查小李 小王好了 这边有没有小王 没有小王 查一下小王 因为最近好像那个 每次看新闻 很常看到什么小 以前是小三 现在很常看小王 新闻很多重力化 OK 然后按确定 这个应该没有小 有老王 没有小 OK 没有了 按确定 他会怎么样呢 他一样会跳 有没有 查无资料 为什么 因为现在 向下追踪没有 那按确定的话 他会取消筛选 然后并且 有没有 恢复回来 那就可以让他 所以这个时候 就小王就不会出现 所以有三种防呆 那这里的话 我只举例 我想到的 大概就是三种 当然也可能有第四种 第五种 第六种 那你可能要自己再加一下 OK 所以只是让各位了解一下 如何防呆 防呆的方法 三种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刚刚我们主要在 讲解 两个防呆 一个是 如果没有填写资料 无填写资料 第二种是 查询的结果 查无结果的话 那也不用再帮他新增一个新的工作表 OK 这两种防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